在之前 我跟你讲过 如何计算一个扇形的面积 如果告诉你 这个扇形的圆形角和半径的话 那它的面积 也就等于360分之N乘πr方了 这你已经很熟悉了 那扇形的面积 还有没有其他算法呢 当然有 如果告诉你 这个扇形的护常是L 那它的面积 也可以用半径R 乘护杉L 除以2来计算 这个式子是咋来的呢 其实很简单 咱都知道 扇形的护常公式 也就是L 等于360分之N乘圆周长 G2πr 而扇形的面积 不是360分之N乘πr方吗 对比一下这俩 发现这个多了个2 少了个R 所以要想把这俩变相同 那就得给这边乘个2分之R 不过别忘了 也要给等式左边乘个2分之R才行 约个分 右边就得360分之N乘πr方 而左边就得2分之R乘L 现在这俩部分就完全一样了 但这边当然也得相等 所以相应的面积 就等于2分之R乘L了 这里的R就是半径 L就是弧长 以后再求扇形面积 你就可以直接利用这个公式来计算了 说完了面积 咱一起来做个小手工 如果把这个扇形的俩半径卷在一起 就形成了个立体图形 这你当然不陌生 不就是个圆锥吗 很明显 圆锥是由底面和侧面围成的几颗体 它的底面是个圆形 而侧面嘛 就是咱刚才卷起来的扇形 咱把这个扇形的半径叫做圆锥的母线 用L来表示 不难看出 这个扇形的弧长 恰好和底面圆形的周长相等 如果告诉你 底面半径是R 那这个底面周长就是2πR 因此 这个弧长就也是2πR 有了半径和弧长 那咱就可以利用这个公式来救出这个扇形的面积了 这里的半径就是母线L 而这里的弧长则是2πR 化解一下 结果就是π乘R乘L 这就是扇形侧面积的公式了 如果告诉你 底面半径为3 母线长为4 那这个侧面扇形的面积 自然就等于π乘3乘4 即是2π了 了解了概念 接下来咱就一起来看个例子 比如告诉你 这个圆锥的底面半径是3 它的侧面展开图是个半圆 问你 这个圆锥的母线长为多少 咱都知道 圆锥的母线 其实就是这个扇形的半径嘛 所以这一题 就是让你根据底面的半径 来求出侧面扇形的半径 这俩玩意之间也没啥关系 该咋办呢 别急 虽然它俩没啥关系 但是咱刚才不是说 底面周长和这个扇形的弧长相等吗 所以咱就来看看 根据这个能算出啥 先来看看底面周长 这简单 不就是2πR吗 而题目又说R等于3 那这里也就等于6π 接着再来看看这个半圆的弧长 根据公式 虎长等于360分之180乘2πR 即πR 到此两边就都搞定了 算一算R就等于6 那圆锥的母线长 自然也等于6了 搞定 好了 就讲这么多 总结一下 对于圆锥的各种计算问题 最重要的关系 就是底面周长 等于侧面扇形的虎长 其中最关键的两个量 就是母线长与底面半径 有了它俩 你就可以求出所有量了 怎么样 听懂了吧 赶紧动手试试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